好了 好 冷松了 可以了 现在就让它去慢慢去放 我们就做其他的事情 这下面这个步骤最简单 好了 现在塑料袋垫好了 把这个领下来 手领就行了 它这个位置其实蛮不好 M1103A 这两个绿芯还是不错的 有时候颜色会不一样 但是我累计差不多用了 有没有60万公里 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用在这个车子上面 如果说你没时间换绿芯的话 用这个就行了 它换一次可以顶两次 然后把这个放上去 在这里 看到没有 这底下的放油工作已经做好了 可以收摊了 下面已经不重要了 然后就趴下来看看有没有漏油就行了 我一直都没有漏斗的哈 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去买那个漏斗 这个东西如果你有漏斗的话 你每次用完了 你还得清理漏斗 这个就不用清理漏斗 这个用完就丢掉就行了哈 我在这里可能多嘴说一句 可能你不需要什么很华力的装备去换这个机油 当然如果你是出去消费的话 用好一点装备给你的话 因为你要钱花到位了 但自己的话 其实就这么简单 你看 就这么简单 花一个机油很简单的 这次给我就有一个扳手就行了哈 然后这个漏斗啊什么之类的 甚至我连那个什么 连抬高的那个板子我都没有用哈 好 就这样子 当然这个是我自己个人哈 我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太多装备还得去收纳 你之前也是买了好多装备 都丢在那里吃灰了都没有意思 ok 现在就越来越简化了 好了 现在是另外这个半屏 一共是7.7QT哈 反正你就加进去就是了 行了 这是最后一瓶 卡定 等一下就可以收摊了 明显听得出来哈 换机油以前和换机油之后 这个声音哈 就是两边完全就是不一样了 就是好听很多了哈现在 然后呢检查什么呢 检查油底壳有没有漏 应该是没有漏的哈 问题不大 现在就是给一脚习惯性的 没问题了可以了 哇这个声音好好听啊 恢复到正常一样的感觉了 你们是两个人 好